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可以买到的捷影茶叶 就不用一定要去餐厅批发的门路才可以买得到 我之前在茶餐厅买茶叶回来的 我发觉他也是拌茶的 他也是买现成的拼茶 现在方便 所以大家变成了不拌茶算了 其实除了拌茶这个要讲技巧之外 其实冲茶的技巧 我之前那两条片都讲过 冲茶的技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严重到你如果冲茶的手势是做错的话 可以是好奶茶都会变成喝凉茶的一款 今天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一款 叫做着事拼茶 他就摆明是升级系列的 在哪里买到呢? 捷永在香港的HKTV Mall 他自己有个专营店可以买得到 亦都可以在淘宝买得到 不过淘宝那里有要小心 淘宝我发觉80%以上都是如目混珠的 是 没错 他都是买折永的拼茶 所谓的叫做拼茶 即是拌好的茶叶 不过他那里有些价钱是便宜到你觉得不合理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等会我才跟大家讲 就是怎样去分别在淘宝上买到正货 或者自得限度是捷永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升级系列的拼茶 叫做海爵士拼茶 我等会解释个分类给大家听 即是现在捷永到底在搞哪一科 那为什么一定要提捷永 没办法了 因为香港90%以上的茶叶的通路 批发市场呢 都是捷永啊 即是你喝港式奶茶 你就没办法不提捷永 捷永呢 他本身呢 那个奶茶是可以的 咖啡都OK的 不过呢 就其他的产品呢 包括他的奶类产品 我就不是那么推荐了 OK 先不要说那么多废话一次 我先冲了茶 先煮了茶 然后再慢慢和大家简介 到底怎样去买这种茶叶好不好 好 那首先煮滚了夜水 那夜水呢 就去到大概 那现在呢 就去到这个湖嘴 那大家见不见到 我现在呢 就多了少少水的 那我就稍微倒少少出来 大概呢 就给它呢 就是两升左右的水 跟着然后呢 我们呢 就放个茶袋 那这个茶袋呢 不要嫌弱它 因为你越冲呢 它就是越是 就是有积的 你很难洗的 那这个茶袋呢 都有分个质地的 那一般来说 这个茶袋呢 就是 比较薄一点 那有点像是 斯密奶茶 其实呢 所谓的斯密奶茶 不是因为这个袋 是因为呢 它的口感呢 绵滑似斯密 那呢 另一种呢 就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那如果我们选择的时候 那如果是职业的话呢 当然选择厚一点点 知道为什么 耐用嘛 这种呢 其实冲出来呢 因为它比较薄 那它那个孔孔呢 就相对地 比较 应该如何 通过能力比较高 那所以呢 它出的茶味呢 就会出一点的 但是呢 如果说内容的话 这个 其实这个茶袋 就不是那么耐用 啊 职业就很少会用到那么薄的 OK 那我们先放进去 那它这里呢 这个茶包呢 它就说 就是6盎司的 那我们看一下呢 那我之前呢 就跟大家说的嘛 就是配8盎司茶嘛 OK 那我现在呢 我就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呢 到底是有多少茶叶啊 那它 那实际上呢 大家看到 我这杯的8盎司呢 其实这里呢 就6盎司都不够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那它这里呢 讲到明的 这个6盎司的茶叶呢 就刚刚好呢 就是冲10杯奶茶 也就是跟我一直以来呢 讲的一样 一壶奶茶呢 就冲10杯啊 那我现在呢 我就先放了这个茶叶下去 那我就放了它下去 哇 那这里呢 它足足呢 如果用这个杯 8盎司呢 足足呢 就有成12盎司杯的份量 啊 比我所认知的重要笼 那我先呢 就是 跟大家呢 就是 用完它一包齐 一按照它的指示 用完它6盎司 那我就 既然是那么浓的话呢 本来我就想着要加 王冠的 那我现在这一次呢 我就不加字啊 那我跟大家呢 就做个实验 看看如何了 那好了 跟着之后呢 我就 做完了 好啊 跟着之后呢 我开回大小小火 就煲茶 那 那个火呢 如果我们用明火的话呢 我们呢 就千万不要呢 就是 就是 开到它最大 刚刚好呢 那个火腺呢 顶一顶就可以了 哇 那现在呢 它已经滚到很厉害了 因为它茶叶多 好啊 那 那 收到它最小火了 收到它最小火了 慢慢 等它慢慢煮了 OK 好了 那 现在我盖上它 慢慢煮 跟着之后呢 标准时间 15分钟 你不能走鸡的 那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哎 sorry啊 挂着说 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就慢慢简介 到底如何买这种茶叶 首先呢 要认住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 爵士拼配茶 然后呢 它的系列呢 就是叫做 升级系列 Star label 跟着之后呢 它的包装有点像维他茶 维他 维他 檸檬茶的 OK 行不行 那呢 这个是 哲银子的网站介绍呢 这一个来说 是最重茶味 以及呢 是棉滑程度呢 是最好的 即是说呢 你能够买到 拼配茶来说 这种爵士的拼配茶 已经是最好的了 啊 那接着 然后呢 它这里呢 它的包装呢 就标准包装呢 就是6盎司 大家看到刚刚好呢 就放 这里一个茶壶 这个一个茶壶是多少呢 可以装到2升 冲到2升的茶出来 而 以奶茶来计呢 它是可以冲到10杯 如果以冻檸茶来计呢 它可以冲到30杯 OK 行不行 那如果是冻奶茶的话呢 大概呢 就可以冲到20杯 那这些全部都有得计数的 这些呢 就是餐厅营业的基本数据来的 好了 那如果大家 那我经常都说 如果大家觉得茶味做不够呢 就可以加王冠 OK 行不行 加王冠 那但是呢 如果 你想那些奶茶绵滑一些呢 更加像丝密奶茶呢 你就不应该加王冠 这个王冠呢 就是幼茶来的 幼茶它负责的呢 就是味 但是呢 它的色和口感呢 色呢 就会比较淡一些 口感呢 比较细口一些 就是它着重的是茶味 OK 但是如果呢 大家是想它更加绵滑的话 你要加的是什么 应该要加的是叫做粗茶 粗茶的特性呢 就是上色 以及呢 是口感呢 更加绵滑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茶味呢 就不够的 为什么我们港式的奶茶 要拌 拌成三四种茶叶 就是这样的意思 通常就是两种有茶 加两种的粗茶 OK 行不行 但是呢 现在不用那么麻烦了 买这些就行了 是不是 好了 在这里呢 我就介绍一下 哲永到底它怎样分类自己的产品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老人家 就是我又不想做后製 那我就不插图了 那就给大家看 那其实呢 在哲永的官方网站里面呢 在红茶这个系列呢 这个item下面呢 它有很多种产品的 有经典茶 有金牌茶 有星级茶 那我上次呢 就经常都说 那个星级茶 有很多很多种茶叶的 OK 那有这些四三八的粗茶 OK 那其实呢 大家可以买这些粗茶呢 就配这个是 涅盾呢 或者是配我先头讲的 这个是 爵士拼配茶呢 那就可以令到口感呢 更加是绵滑的 就此丝了 此丝奶茶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有不同的各种的分类 那 那 在这个 是 升级茶里面呢 还有什么 回归茶 还有呢 海撒拼配茶 这些全部都是拼配茶 来的 就不用你自己配的了 那但是呢 各有优点 那我现在呢 我选 我看一下那个 升级茶 那有升级的 让我看一下先 那它有这个412有茶 有红茶茶包 438粗茶 大葱拼配茶 新杯拼配茶 德卿拼配茶 它不同的名字呢 就会有是 不同的这个 就是 茶的味道和口感 那有刑峰 那海撒 海撒 海撒 大家看到 它本身呢 自己的网站有个评价的 那茶色呢 就三粒半星 香味呢 就三粒星 这个是茶味呢 就三粒星 那就是这个 这个纯度呢 就三粒星 这个是滑度呢 又是三粒星 OK 那如果你嫌它不够滑的话呢 就加些粗茶下去 如果你嫌它不够茶味的话呢 就可以加这个 液盾 液盾下去 OK 行不行 那先头我说了 这个是 我等一下呢 我就会在那个说明栏 那里呢 就给两个连接给大家的 一个呢 就是捷永的 在HKTVmall的官方 官方的专营店 那就有这一只 海撒拼配茶 不是海撒 不是海撒 我经常说海撒 爵士拼配茶 OK 然后呢 这个是 我亦都会给淘宝的相关的网址给大家 那为什么我 就是淘宝呢 我先头已经说了 很多的原木混书 那到底 为什么我都还要推介给大家 因为淘宝可以全世界送 运货 送货 但是呢 香港的HKTVmall 我暂时以我理解 只有香港和澳门两地的送货 不过当然了 你说 他有没有国际送货呢 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不包 我也都不清楚 大家呢 就可以是打电话去问捷永 OK 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捷永自己的官方专营店的话 那当然是 实识无痴牙 好了 那淘宝是到底什么 一回事呢 其实淘宝呢 是有这个主要 他卖的茶呢 都是T001 T001 上次有位观众跟我说是两二号茶 其实不是这样分的 T001呢 你可以叫它做一毫 不过不是一毫粗茶 不是一毫幼茶 是什么呢 是一毫平配茶 它没有名字的 只是一毫平配茶 那这个上次我都试过给大家看 那查未差一点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淘宝上面还有其他选择 我看到有这个凯薩拼配茶 但是90%以上都是T001 那有部分呢 就有卖这一只 爵士拼配茶 不过大家要留意这个title 有些呢 他就说的是170克 卖十几元而已 他依然是叫做爵士拼配茶 那大家千万不要买那些 因为便宜到是不合理 不过真正的爵士拼配茶 那捷永的呢 在淘宝上面是卖85元人民币 一包 这里这样一包 那现在呢 我在香港HKTV Mall 捷永的官方专营店呢 只是卖48元一包 就在说6盎司 170克 行不行 OK 不过 在外国来说 有得做到 这个是标准的 这个是 即是香港港式的私密奶茶 喂大佬 貴少少都要 85元是什麽概念呢 其实85元 即人民币 即是圍堵大概100元左右 那100元呢 他可以充到10杯的奶茶 你计算了 灯油火立各样 你就当香港去光顾茶餐厅 喝了一杯奶茶 现在香港茶餐厅 一杯奶茶都在说11-12元 是不是 因为我在说 一个标准的6盎司 就刚刚好呢 就是 可以呢 是这个 是充到 这个2升的茶叶 那大家会问 喂 我 即是 我 没理由一次过喝10杯吧 那怎麽算呢 通常呢 我自己呢 大家见到我那麽多糊糊 都硬硬硬硬硬硬 因为呢 我会呢 就是将这个是 呃 你家人 即是一个人来继续喝10杯 如果你一家人的话 可能在说三四日 就两三日 就已经喝完了 因为很好喝的 OK 好了 那这里呢 那大家要记住了 那我到期时候呢 我就给个网址出来 大家自己选择了 那如果在香港 那当然是 光顾香港的店铺 那而且 喂 它45元而已 但是呢 如果是在内地 即是在淘寶上面买 它是贵一倍的 但是你要记住 真货 你贵一倍都要买 因为全世界范围内 只有它才可以全世界送货 OK 行不行 好了 那这些如果你不用的话 摆在音量的地方 其实可以摆一年 那你 我这里呢 我在HKTV Mall 我一次过就买到三包 因为第三包就有得便宜 那现在呢 就捷永的旗船店呢 就在HKTV Mall 它在做一个特价 那所谓的 做一个特价 还有呢 买满90元之后呢 它就不知送 加38元 就不知买了 送到什么茶叶 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OK 那也是那句了 捷永茶叶 就一定是瓜拉 咖啡都OK 不过它的奶类产品 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 OK 都是买黑白奶 除非大家在外国 真是 就是 网店买不到 或者买不到其他的奶类 那就 都要了 是不是 那好了 那买其他都要了 那好了 跟着之后呢 我就 这些茶叶介绍完了 跟着之后呢 我们准备定这个黑白淡奶 配香港的奶茶 黑白淡奶是必选的 如果没有黑白淡奶呢 就用这个 鸿霜淡奶 OK 那你说 我在外国买不到 那买什么 只没有淡奶都可以的 OK 记住 是要全脂淡奶 才有那种 私密奶茶的口感 如果你买的是 缺脂奶的话 对不起了 你永远都做不到那种效果 那其实如果懂得喝奶茶的话 当然是喝茶了 是不是 跟着之后 那我说过呢 我说呢 我冲的这些 朱古力 这些东西呢 那些客人都很欣赏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冲的特别好喝的 那大家等一会 我顺便做完 那等一会 大家就看看我怎么做 OK 那好了 鸳鸯了 那在外国 你没有 或者就算 在香港自己的家 那你没有可能呢 就特意呢 就去撞杯咖啡出来 然后沾个鸳鸯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推药枸枝 下这种 重一点 这个 这个酌茶 rich blend 就是 重味一点点的咖啡粉 那我们呢 就用咖啡粉去代替 那个咖啡 OK 那就可以冲到个 就是冲到个鸳鸯出来的 哇 这个更正 其实我喜欢喝鸳鸯的 话实话 鸳鸯酒更正 那我们就准备定这些 这样的小羹 跟着之后呢 如果要冲冻 冻奶的话 我们就要 不是冲冻茶的话呢 我们就要准备定一只 这些这样的长的 这个茶羹 好了 那跟着之后呢 我们准备了所有东西之后呢 那记住了 你用什么糊都可以的 没问题 这些用来撞茶 还有用来储茶的 那上次都解释得很清楚 为什么有星星呢 因为我们很计算的份量 那如果你不用的话 那你自己要慢慢计 OK 跟着之后呢 如果我们要冲冻茶胆的话呢 我们要准备定些糖 有砂糖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不喜欢白砂糖 上次有观众就问我 我不用白砂糖 可以有什么代替 用黄 这个白糖 没有白糖 不喜欢用白糖 就用白糖 OK 行不行 咖啡那种 即是黄砂糖 都OK的 没问题 那基本上呢 介绍完了 那我们呢 当然了 我呢 因为要拍片 就远离那个热水壶 所以我今天呢 就准备了个软水壶呢 待会我来充热饮用的 OK 那大家记住 今天我这条片呢 就全部都是 是准备的 就是说是为大家 在家里自己冲奶茶 冲一杯专业的奶茶 记住是专业的奶茶 我不是乱来的 我也都不是这些什么 就是去试验品 我现在今天这条片之所以再拍呢 不是因为我要试验 我的手势 我怎么样冲法 这个呢 我就已经一早就已经入了路了 随时叫我 埋位做水壶 我都没问题的 主要呢 今天呢 就是 都是为了 大家要 在自己家里 冲这些茶 那我现在试一下呢 可以在零售渠道买得到的 那当然它比较贵 我估计 如果它是批发的话呢 现在这个45元 一包6盎司 我估计 如果是批发的话 大概 在20 至25元左右 这个6盎司 170克 就是说的是 刚刚好 我会冲一壶 2升的奶茶出来 好吗 那我现在夏天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 冬天就比较什么 冬天就比较麻烦 如果夏天 其实我们的茶类 就消耗得很快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冲冬奶茶 冬领茶出来 OK 行不行 好了 那 这里就介绍得差不多了 那这里呢 就等它 滚了 咦 是不是关了火呢 哎呀 怪不得 sorry 它关了火 我等它滚了 这个中间 它滚茶 就千萬不要中斷那個滾茶 好,現在我就關小它 大家見到呢,我今次呢 我就用那個細火 它就剛剛好,讓它滾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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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剛剛好滾啊滾啊滾啊 那我們用明火 因為我呢,一直由學 沖奶茶開始 至到,欸,十五分鐘了 哈哈,欸,真的 不是我拖時間了 真的我有這麼多話說 也都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就好了 現在呢,喏 首先呢 我們下去的奶茶呢 我給個close shot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的奶茶呢 沖出來呢 喏 焗完茶呢 即是煮完茶呢 那些茶葉應該是這樣擴面的,OK? 好了,那我現在呢 我就稍微大火一點點 再煮一煮它 因為先頭關火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好,那我現在呢 繼續煮它啦 那我現在呢 然後我就準備好撞茶了 好,那我準備好一個糊 然後呢,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要是,欸 倒了些茶出來先 因為呢 即是我為了乾淨而已 那水吧呢,這個程序就沒有的 那我等一等一等啊,我現在呢 我剛剛 即是做了個 做了個什麼呀 做了個close shot,所以呢 就看得不太清楚呀 太過黏了呀 好,那我現在呢 我拿了些茶出來 我首先呢,第一輪啊 那,那呢 不好意思呀 說了那個什麼呀 那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那,我們呢 撞茶的時候呢 一定要抽整個茶袋呢 就抽起它 那個邊邊呢 就不要碰到個茶袋呀 如果不是的呢 就會,待會我們一撞茶呢 那些茶就會 漏到周圍都是的啦 千萬不要碰到個糊呀 跟著之後呢 我們升起那個糊呢 我們 撞的時候呢 就在 呃 即是 四方八面 那個邊邊那個位置 落茶葉 落茶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才可以撞開些茶的 OK 好,那 跟著之後 另一邊了 那,一樣拿起 那個茶袋 不要碰到那個邊邊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 盡量呢 就是 撞茶的時候呢 就是 落個邊邊位呀 那,為什麼我要鋪毛巾在這裡呢 大家現在看到了 這樣呢 方便清潔 那,現在呢 就是第二轉了 那,然後等那些茶呢 就 啊 留起它 留完之後呢 我們再是 換個另外一邊呀 我現在再做這個歪一點呀 因為看不到我的手的手部動作呀 OK,那 跟著之後 第三次 那,很多師傅呢 就去到這裡 第三次而已 他就不會再做的了 不會再撞的了 那,現在應該呢 就看得比較清楚呀 那,大家見到呢 那,我一 那個茶袋一 撞到那個 撞到那個壺呢 就立刻那些茶葉 那些茶汁呢 就會出來呀 那,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們撞茶的期間呢 就一定要是 不要 是 不要碰到那個 茶壺邊呀 那,通常呢 去到這裏的時刻呢 那些很多師傅就停手了 三次 那,其實呢 就應該正確來講呢 是要六次來回 好了 那,我先來講呢 因為我從學的時候就用電餅呀 那,所以呢 反而用明火呢 我就不是那麼就手 但是其實家裡就 你沒理由特地為了沖奶茶買個電餅呀 是不是呀 那,那這裏就第四轉了 那,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那些茶呢 都還未完全呢 是漏 漏出來的 那,我們呢 稍微隔一隔啦 等它 就是漏出來先啦 那,然後再撞了 那,我們倒個茶汁下去 回去的時候呢 一定要是邊邊 那,那我現在呢 第五轉了呀 那,現在做完最後一轉了 等它那些茶汁呢 等它那些茶汁呢 流流下來下來先 那,那我們再升起它 一定呢 就不要碰到那個壺的邊邊 如果不是那些茶汁呢 就會彈到到處都是的了 然後呢 那個茶呢 那個倒下去的時候呢 就在那個邊邊 就是在那個邊邊 這樣我們撞茶呢 才會撞得均勻的 好 那,那就撞完了啦 六次了啦 那我們倒一些茶汁下去 那,這次呢 可以慢慢倒 就不用撞了啦 那,倒回去之後呢 因為鮮頭 各種的原因啦 那呢 就會損失了一點點的茶汁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加茶 加一些滾水下去 那就加到它呢 大概這個咀呢 就去到這裡三分一的位置了 OK 那,跟著之後我們開回火 就用最小火慢慢再煲它 那,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撞完的茶葉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的 不會再浮起的 沉了底的 那如果你還沒撞的茶葉 就像鮮頭那樣了 就會全面的,OK 那,這兩個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讓我們觀察到啊 沖奶茶的過程裏面一個判斷啊 一個釋路啊 到底它 可以還是不行呢 OK味呢 夠新味呢 OK 那,那我在這個期間呢 那,現在呢 我就 撞完之後呢 我就煮 繼續煮啦 那,其實理論上現在呢 就可以喝得的 不過呢 我們想茶味是最好的時候呢 就 焗茶 焗它十分鐘 就不是煮它十分鐘 是焗它十分鐘啊 咦 我的 蓋去了哪裏 啊 已經放回去了 OK 那,好了 跟著這個呢 我們就準備定呢 是 其他的東西了 那,現在我關一關火先 不是,關一關機先 那我就準備那些 就是各種的材料啊 檸檬啊 冰啊 糖啊 跟著再跟大家分享 怎麼做啊 好了 現在呢 就差不多焗了十分鐘了 那我就準備定 所有的東西啊 那我先拿開了 那我先沖了熱飲 那我現在呢 就跟著下來呢 就是 咦,又自己關火了 那呢 就 現在跟著下來呢 那個是 我沖奶茶 即是水吧沖奶茶的 標準程序啦 咦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大家見到呢 我準備冰啊 檸檬啊 什麼都準備好了 好 那現在呢 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大概五十多秒啊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咦 那我們呢 最好呢 就是 會喝的一定是茶酒啦 是吧 那茶酒的程序呢 我們呢 就先下 一般來說呢 師傅呢 就會下一匙的煉奶 但是呢 我就會 即是個人口味 那我就會 喜歡下兩匙的煉奶的 那先下那個煉奶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倒這個 是淡奶下去 咦 那淡奶呢 大概呢 就倒它三分一度啦 OK 好 咦 跟著之後呢 我這個先放進去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 咦 現在還有 咦 剛剛好響鐘啊 咦 咦 我們呢 沖的時候呢 先打開蓋 跟著 咦 焗完的茶呢 就是這樣的 所有的 嘩 現在好香啊 好濃啊 所有的茶葉呢 都會沉底 即是面頭呢 是水來的 這樣 才叫做 是一 一壺呢 已經是撞好了 焗好了的茶 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倒茶下去 那麼呢 倒淨呢 大概是 2-3mm左右 那這個呢 就是一杯 標準的奶茶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 喝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拌勻它 首先看一下 這個成色先 這個成色呢 就非常之靚啊 給大家看一下 一杯 好的奶茶 辣手的 OK啊 茶味呢 就有的 茶味是有的 粥的 不過呢 這個綿滑感呢 還是差一點點 輕輕 輕輕差一點點 那我就先頭呢 我就已經說了 如果你想它綿滑一些 加什麼茶葉 加粗茶 記住是粗茶 那如果你是專門去 專門去賣這個 港式奶茶的用品的店呢 它就知道呢 是粗茶是有什麼用的了 OK 那麼粗茶呢 所謂的粗茶就不是 真是 你好像普利那些 一枝枝茶葉見到 而是什麼呢 粗茶的意思呢 就是它不同的部份 柚茶呢 通常就是茶葉的尖尖 粗茶呢 就是連著茶管一起 OK 行不行 啊 那現在呢 我喝下去呢 那個回甘啊 是好的 是有分 像樣子啊 不過呢 不夠甜啊 哈哈 那我就再加 這個是 啊 煙奶下去吧 那 這個是純粹個人的口味的而已 那就無關乎呢 就是到底加幾點的問題 你不喜歡加這麼甜的 就不要加這麼甜 因為我覺得呢 有時候呢 你硬硬呢 太過淡口的話呢 不夠甜的話呢 又好像差了一點 我現在加多一點點的 這個什麼呢 加多一點點的甜奶 跟著再加多一點點的 這個是 淡奶 這杯奶茶的顏色呢 依然是非常之美 啊 這杯奶茶 像樣啦 這個純粹是自己個人口味的問題 因為要甜一點 滑一點 如果你想它滑一點 就多點奶 所以呢 有 就是你去到茶丹廳 你叫茶的時候呢 啊 這樣呢 就可以是 就是有所謂的叫小奶 多奶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小奶就茶味重一點 那就沒那麼滑的 那就多奶 奶味重一點 茶味少一點 但是就會滑一點 OK 那這裡奶茶一杯了 接著然後呢 我就沖一杯領茶了 看著我怎樣沖了 其實很多人都沖錯了 首先 我們呢 就要是這個 下滾水 這樣呢 下到大概 四分三左右 接著然後 我們再拿茶葉內藏 接著之後呢 大概還有1cm的距離 這個時候我們下這個檸檬 杯茶就剛剛好了 看到嗎 檸茶就是這樣來的 好了 沖完檸茶了 接著之後呢 我再來呢 就是沖這個是 沖這個什麼 沖什麼好呢 沖鴛鴛 鴛鴛怎麼沖呢 首先呢 我們呢 就要下這個是 咖啡粉 這個咖啡粉呢 就不要開了個洞 那麼多與少 視乎大家 大概一茶匙左右 或者兩茶匙之間 然後呢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下水 少許就可以了 大概四分一 位左右 跟著之後 等一等 我先用匙羹出來 讓我地方太 太過多了 匙羹去了哪裡 我先用匙羹來拌勻 然後呢 我先用匙羹來拌勻 不要放那麼多水 如果不是到期的時候呢 就沒有了那種 撕滑的效果 把職容咖啡呢 就全部拌勻 我先用匙羹來拌勻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 茶呢 就去到大概三分二左右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再給奶下去 這杯鴛鴦就完事了 好了 在這個時候呢 跟著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就 給糖了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先 三茶匙糖 一般我的自己的那個 就是 那個喝法 這杯鴛鴦出來了 有茶味 有咖啡味 這杯鴛鴦 咦 這個還帶一點點的酸味 像這個香港的咖啡 香港的茶餐廳的咖啡呢 是有帶一點點酸味 因為為什麼呢 它又下了冧酒 又下了雞蛋汗 這些全部都是酸的東西來的 就是pH值 酸性比較高 那 奶茶 鴛鴦 檸茶 就這樣了 那現在這個呢 大家看到這顏色呢 如果你還想重一點的檸茶味呢 就可以是 就是 就是 是這個 再加多一點點的 比例的茶 那我這裡呢 就結束了 結束了之後呢 我這裡呢 就放開它 我現在做什麼呢 那當然要沖這個什麼 沖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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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 凍檸茶 凍奶茶 那好了 拿回這個壺 然後就是這些冰 那我這些冰呢 就是在我的雪櫃自己生產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大家呢 就可以是 用這個什麼 我這一壺茶呢 這一壺水呢 就是在雪櫃預先 是 預先是 就是 雪凍了的 變了我就可以用冰就會少些 OK 好了 跟著之後我第一時間 我現在呢 就要是 加糖了 加糖加多少 大家記不記得 沖凍檸茶膽 就是要加這個是 12盎士 好 這個呢 就是8盎士 8盎士杯 我不敢說是 就是 要是 其實1盎士 就是 液態 還有那個固態 還有那個體積 重量呢 那個比例呢 會隨著 它的物質的不同 就會變成 就是有不同的重量的 那我熱量這個呢 就是以這個 它的體積 就不是以重量為單位 好 那已經可以了 跟著之後加茶膽了 我沖的凍檸茶就很有茶味 為什麼呢 因為我正在用第一水的茶膽 然後加到接近第四粒星 糖加這個茶 是去到第四粒星 OK 那這裡呢 很多的水吧 就是茶餐廳 它為了要節省成本呢 它通常呢 第一水呢 就是做奶茶 然後再開它 大概呢 它就沖多一至兩壺的凍檸茶 那變了呢 很多時候呢 茶餐廳的凍檸茶呢 其實是只有顏色的 就是茶味是不夠的 但是我這個呢 茶味就非常之夠啊 OK 好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沖回 攪勻它先吧 這個 這個淡奶已經用完了 那我 我不 不揉它了 先扔掉它 跟著之後先攪勻了它的糖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下冰了 那我為了要大家看到啊 下冰呢 那個比例是多少呢 就要下到呢 它是剛剛好呢 這個茶餐呢 就是 那個 溫點 那個溫點呢 就去到接近零度啊 這樣的 突然之間的 這個是 呃 降溫呢 是可以有效地去 令到呢 那些 即是 檸茶呢 是那個色水呢 可以保持得更加好的 那我現在呢 降到它溫點之後呢 即是接近零度啦 那那些冰呢 就會是 還沒溶完的啊 那現在不夠啊 那就繼續吧 不夠就繼續加進去吧 那其實就溫 零度就做不到的 因為它還沒結冰嘛 通常就去到三四度了 即是其實呢 如果你凍檸茶 你開得漂亮的話呢 你立即喝都夠凍的 好啦 我現在摸著 拿著手摸著啊 這樣呢 就可以感受到 到底那個茶啊 那個溫度去到哪裡了 好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可以繼續加水下去了 加這個是涼水 或者是 好像我這樣 預先雪凍了那些水啊 其實預先雪凍了那些水呢 就有一定程度上呢 就代替了那些冰的 那其實呢 就可以一樣是做到呢 就很晶瑩啊 好 那去到這個戶口啦 這裡呢 就為之兩星了 來到這個位 剛剛好 來到這個位 這個戶咀這個位 好 好 大家看到嗎 啊 那麼這個茶呢 茶色就非常之好的 好啦 跟著然後呢 剩下的茶了 怎麼辦呢 我就繼續 我就拿回它呢 拿來做這個凍奶茶 那我這裡呢 就剛剛好呢 我們一家人呢 大概可以喝三四 三四天左右啦 OK 那我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是 呃 大家等等我先啊 讓我沖一沖 因為擺在這裡呢 有時候會沾染到油煙 那我抹一抹這個鉗先 那我拿一個北手鋼鉗 大家看到呢 我家裡很多鉗 那麼這一隻呢 就是我可以買到的 呃 比較高級一點的鉗 要百幾塊的 啊 全部都要百幾塊 是啊 普通那些 就是鉗呢 十幾二十塊都有啊 這個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因為這些位呢 是鈍的 大家看到我很用力 拿手指下去 這樣磨它 都不怕戒傷手 最主要就是這個位呢 很多時候呢 我試過一次 就是因為做事 那一掌 不小心 一掌這樣掌呢 就夾了一塊肉出來 那這些位置呢 很危險的 它這個貴就貴在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隻牌子 我這一隻鉗 我買了差不多二十年了 那就是 它比較那個 就是做得比較仔細 還有呢 它降水很足的 所以這麼耐用 我用了二十年 那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將 因為 本來就應該要先放糖 不過呢 就因為它少了茶 所以我就 就要看看它有多大份量 我再放糖 好 現在倒了茶葉了 接著之後呢 我們拿一隻鉗 這樣呢 我給大家看看 這樣呢 就將那些茶葉的茶 剩餘的茶汁呢 都拿出來 那我們以前呢 即是我們以前呢 做茶餐廳呢 水吧呢 就是 現在這樣呢 就全部都是 pure 第一水茶而已 第二水茶 我們是完全不會用的 我們做甚麼呢 大家經常 在茶餐廳拿那些茶 即是說 給我一杯清茶 這樣 就是這個茶膽 即是我們沖完所有茶之後 我們再煮多一輪 那一輪 後面的那個茶膽呢 就拿來 給大家洗筷子 拿來朗口用的 那我們呢 就將那個 就是 一直不斷撕它 就將它最後那滴 都拿出來 所以呢 我做的凍奶茶 也是非常之是 夠味的 現在可以很明顯看到了 這裡呢 有半一升 一升的份量 好了 那一升的份量呢 我們又要是 算那個甚麼呢 算那個糖 的比類澳洲糖 那本來呢 如果是檸茶的話呢 我們呢 就是要12盎司糖 但是呢 奶茶膽的話呢 兩升來算 就只需要給8盎司糖而已 OK 那它現在有一半 我就給半杯 那我就給半杯 那這裏呢 就可以 沖凍檸茶呢 這裏呢 就可以沖 大概 10杯凍檸茶左右 10杯至12杯 這裏呢 沖凍奶茶大概10杯左右 那所以呢 為什麼說 冬飲呢 其實呢 它要加錢 我覺得 是 堅密來的 真是很不合理的 因為它成本其實更輕了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 那 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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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就用這個是 這個匙羹污染了 濕了 我再拿另一個 那我現在呢 就是 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沖這個朱古力好喝 那首先呢 這個朱古力粉 就是這個吉伯利 我們香港人心目中的真正的朱古力 那 接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 弄散它之後呢 一杯8盎司 我們大概呢 就下三匙 的朱古力粉 三匙的朱古力粉 好 那 接著之後呢 我們下了朱古力粉之後呢 我們就要下糖了 那 那 如果是有些餐廳呢 就不會是和你下糖的 那就要自己下糖了 那 通常啦 8盎司來講 我自己的口味呢 就是三茶匙的糖 接著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開水了 沖這個滾水 那 那我現在呢 我就嘗試呢 就是沖這個凍的朱古力 那 沖凍朱古力呢 就不可以給那麼多水的 OK 因為 我免得浪費 那 那大概 沖到一半水左右 那些水呢 就夠開那個 朱古力粉就可以了 那 如果你想它濃一點的話呢 就 呃 你想它濃一點的話呢 就再加多點朱古力粉 不好意思啦 用完奶了 我先拿一個罐奶先 哎 不好意思啊 那 奶在這個時候不下的 還沒下的 那跟著之後呢 那我就不介意 不要介意啦 啊 加柱啊 那我就下冰啊 下多點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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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給它 是這粒 OK 那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攪拌均勻它 哇 其實已經很濃的了 其實已經 這個時候下了冰之後才攪拌 大家看看 不要看我的手不動啊 下面好像摩打機一樣 好 跟著 最後 咦 哇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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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啊 你不就 沒有位置放奶了 啦 正路呢 奶是不用多的 OK 大家看到嗎 好像蜻蜓點水一樣的 好 跟著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 自稱 好好味的 朱古力奶 朱古力 這樣就開始了 大家見到 我放了很少奶下去了 它一轉色就OK的了 千萬不要多奶啊 那個奶的比例 可能說是十比一的 嘩 嘩 正 這裡呢 有一點點蔥的 有一點點秘訣 第一 我們是 下這個8盎司 大概是3茶匙的 朱古力粉 跟著之後下水呢 就是下大概 就是接近一半四成的水 滾水 跟著之後下糖呢 視乎大家自己了 那就是下三茶匙 很多人會覺得甜的 那麼 一茶匙到兩茶匙 那就視乎自己的口味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攪拌好 攪拌好它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是 加冰 加冰加到它很滿 剩下大概呢 就是 5mm 左右的 即是 的份量呢 的份量呢 的距離 跟著之後呢 就 下了冰之後呢 我們先拿冰呢 就攪拌均勻它先 跟著 然後呢 最後呢 清蹄點水式 下奶 一杯好喝的 凍朱古力 這樣就出現了 行不行 OK 是不是很簡單呢 好啦 跟著之後呢 我們又要是 下這個什麼 做這個凍檸茶 很多人呢 即是很多師傅 真是教壞師 他最後為了美觀 即是那些 所謂的酒店式擺盤 他就最後才放檸檬 港式檸檬茶 不是這樣的 師傅 港式檸檬茶是什麼 先是放這個 這個是 檸檬落底 咦 因為一杯小的 那頭我沒辦法 那跟著 放了檸檬底之後呢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要下冰 這裡 這裡的冰不夠 我再下去拿些冰先 那我不好意思 那 哎 家裡的雪櫃有自動 鏟 自動這個 生產這個冰機 就真的好很多 夏天不用油 不用愁 那我現在這樣的做法呢 就 即是很美觀 但是實用 我們香港人呢 最緊要講求的是實用 你講到幾美觀都沒有用的 跟著之後呢 加冰又是了 你想一杯凍飲好飲呢 我們加冰呢 一定要加足它 加滿冰好嗎 跟著之後 我們才撞茶下去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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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瑩剔透的凍檸茶 這樣就完成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拿下去 捉 即是現在呢 那些什麼手打檸檬茶呢 真是把鬼火 根本都不是那回事 跟著之後就這樣捉 大家看到呢 大家只要是 依足我的方法去做呢 你那杯港式奶茶 港式檸檬茶 沒有可能不好喝的 看到嗎 我捉完之後有沒有反途 現在呢 有一點點蒙蒙的 是因為它有 它有冰 即是 它砰了頭 那有些冰的 即是有些霞氣的 大家可以近鏡看看 Close up Close up看看 這杯檸檬茶 捉完之後 不反的 那我之前呢 就在其他影片 都曾經說過 我放一個星期 這個檸茶膽 都不會反的 那些所謂師傅 做不做到 我這個技法呢 就在說的是 我1994年的時候 我跟一個師傅學的 他叫健哥 那當時 就算他不是 全香港最好喝的奶茶 都是有名次的 因為真的 我沒辦法去喝回 去其他檔口 喝回他那種口味 那我就跟他學的 那 我現在用的技法呢 就是他 那時候他應該是 六七十歲了 那因為 七十歲了 因為他做了通波仔 就是做了一些東西 暈倒了 然後去醫院 急症室 然後就做通波仔 那都幾大年幾下的了 那他都七十歲 我當他六十歲了 那就是說呢 他那個技術傳承呢 就是在說的是七十年代時候的傳承 那基本上我現在 大家看到的所有的 這個是 所有的 看到的這個這樣的 一、二、三、四、五、五、五種產品 全部都是七十年代的技巧來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跟著一起做 好了 現在我所有的東西都做完了 跟著之後呢 我就做一個總結了 有幾樣東西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批發裝的話呢 就無論他是甚麼的茶葉呢 都是這個包裝的 這個是批發裝的 這包茶我當 浪費了算了 還有百多元在這裡 那這個五磅裝 那這個是T001 那茶味呢 就不夠我今天這個 就是優勝啊 好了 那呢 除了是捷永的官方旗艦店之外呢 在香港的旗艦店之外呢 專賣店之外呢 那在淘寶也都有很多 為甚麼我一定要淘寶呢 因為 雖然淘寶就很多地雷 就是他就掛羊頭賣九粒 雖然都是賣捷永的東西 但是他經常就拿些 就是先來的T001 就冒充這個 叫做著是配茶 講的是十幾元一百七十克 你信不信啊 即是六噸 我這裡就正式在 捷永的官方專營店裡買 講的是四十八元港幣 六噸一百七十克 他可以在內地賣到 即是淘寶上面賣到 一百七十克十幾元呢 你信不信啊 便宜那麼多 我都說了 就算他批發價 這個大概 例如他都要超過二十元港幣的 OK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第一了 但是為甚麼 第二就是為甚麼我都要推介淘寶呢 因為大家在外國呢 只有淘寶才可以買到香港的奶茶的原材料 那他就全世界附運的 那至於附運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個所謂的天貓 天貓 那就有香港的國際的天貓 甚至美國 我記得好像美國 巴里巴巴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一方面都可以買回香港的材料 但是記住一定要買這個包裝 還有它是賣到呢 這一包茶呢 賣到八十五元人民幣啊 那我圍堵港幣差不多一百元的了 OK 行不行 好啦 那跟著之後呢 配奶呢 大家要記住呢 就是配這個黑白奶 如果沒有黑白奶 其次的呢 就是雙氣奶 再其次的呢 你甚麼那些紫母奶 但是 記住這個淡奶 一定要全脂淡奶 不可以用脫脂 用脫脂淡奶的話呢 就完全不是那種口感 因為 你脫脂的話呢 它就完全沒有了那綿滑的口感的 行不行 OK 那就記住了 那 那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那 那 最緊要我們沖茶的時候 有了靚的茶葉呢 都是 是 這個其次 重要的是甚麼 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沖茶的手勢啊 你有了靚的茶葉 都不代表 你可以沖到手靚茶出來的 我們以前呢 講的壯茶呢 是壯這個 是 來回六轉的 三次窮六轉啊 那 現在呢 通常呢 很多朋友仔呢 為了方便呢 就撞三次就算了 那呢 它就不夠茶味的 另外 時間要花一下 肯花一下 那麼加起來 我們煮茶就15分鐘 沖撞茶就5分鐘 即是幾分鐘 然後呢 我們焗茶就要10分鐘 那 我們在這個明火裡呢 這個焗茶呢 就有這個是要求 是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呢 其實呢 一般的這個是 我給大家看 爐頭呢 它那個所謂的 這個是小火 其實它有兩段的 一個呢 就是一點 一個就是兩點 那麼兩點呢 都一點和兩點 都是燈心火 但是呢 一點呢 它又煮不起來的 兩點呢 它就煮得起 即是大火一點的 那這樣東西 記住 我們煮茶呢 就用兩點 即是煮滾了之後 下了茶之後 就用兩點煮茶 跟著然後呢 焗茶呢 就用一點焗茶 記住啊 有分別的 OK 那當然呢 如果大家條件是允許的話呢 用的是電餅 即是那些 通常電餅都是德國產的 那用那些電餅的話 那就不用理會了 那它有1 2 3 4格的 那我們一般來說呢 煮滾水呢 就用4格 煮茶呢 就用3格 焗茶呢 就用2格 保溫呢 就用1格 這個是用電磁餅的做法 OK 行不行 那 那 除了這一個方面之外呢 那 那 關於是那個 沖那個 冻岩茶 冻檸茶 記住在冻檸茶 其實你想它 晶瑩剔透呢 很簡單的 你想它晶瑩剔透呢 其實就是只需要呢 你在 沖它那個茶膽的時候 要急速降溫 我不管你用什麼手法 那我先頭呢 第一個我就用冰 那大家看到這麼多條片 我每條條片都是用冰去開這個凍檸茶膽的 但是 哪裏有這麼多冰啊 所以 大家可以走一下 就是什麼 預先 預先 就是 凍了一壺的凍滾水 冰水 在這裡 我們就用冰水 去最後尾撞 這樣就可以 這裡 用冰 就會少很多了 OK 行不行 大家要記住了 那下糖呢 那下糖呢 正常呢 我們至少要是用12盎司的糖就配 2升的水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呢 就覺得甜那頭的 那呢 怎麼辦呢 我們撞這個茶膽的時候呢 我們依然呢 就是用標準的糖的份量 然後呢 之後呢 在我們要是沖來喝的時候 加少少滾水 或者少少沒有甜味的茶下去 是要沖那個時候才加下去 那呢 你的檸茶就無論怎樣都不會反的了 但是如果你一早下不夠糖的話 溫度又不夠的話 做不適合那個 即是急降溫度的效果的話 這杯這杯茶呢 我告訴你 你過不了今晚都會反 不用沖 記住啊 沖小甜是應該這樣沖的 好了 至於這個是奶茶膽呢 我們呢 就要用 現在我蓋上那個其實不適合的 應該要 現在這樣呢 做完之後就由得它 自己是 這個室溫 放涼它 OK 可以嗎 奶茶呢 就是8盎司糖就夠了 可以嗎 OK 那基本上呢 我這裡呢 第一天我就喝這些 第一天我就喝熱飲 第二天我開始就喝凍飲 所以是不會浪費的 還有 最緊要 這個凍檸茶我就已經是 我放了一會兒 大家看看 依然是沒有反到的 我先喝一口 嘩 有茶味有檸檬味 記住啊 很多現在 因為茶器 很多因為要省成本呢 他們會用第二鑽茶 來沖這個 是 凍檸茶的 但是其實這樣呢 自己捉蟲入屁股的 不好意思說多一句粗俗的話 就是我敬過那些所謂的專業的水巴呢 你這樣省不到 成本之餘呢 你會令到 你這杯凍檸茶呢 那個品質呢 就是急劇下降的 OK 那現在我放了這麼久呢 都沒有反到 喝下去 有檸檬的香味 有酸味 有甜味 而且呢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小甜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浸到冰下去呢 那冰呢會溶的 一溶了之後呢 我再攪勻它呢 其實這個已經是小甜的了 就不需要再在 在茶膽下功夫了 OK 那當然 我先頭都說了 我是1994年學的 1994年學的水巴 那這個呢 如果按照那一年 即是當年的標準呢 其實這裡要放20盎司糖 所以為什麼呢 現在呢 很多人怨啊 或者慎啊 除了我先頭說 就是喝不回以前的味道 或者以前那種感覺 除了因為我先頭說的原因之外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近年呢 即是所謂的健康呢 飲食呢 所以其實那杯凍檸茶呢 已經是改了一個配方的了 那就由這個20盎司糖 就變成一個12盎司的糖 那時候呢 那個顏色更漂亮 比現在的 更晶瑩 OK 好嗎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了 另外 沖朱古力 大家懂不懂沖啊 很多人呢 現在很多水巴呢 為什麼沖得不好喝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因為呢 少了我先頭的東西 中間放冰那一下 然後搞冰那一下 所以呢 很多人現在呢 就不喜歡喝什麼 可力啊 不喜歡喝這個朱古力 那個原因不是因為它不好喝 是因為沖 我個人沖得不好 就是做少了我弄那一下動作 那因為它做少了這件事呢 那變了呢 當然不要喝啦 喝下去水汪汪汪 哪裏有人喜歡的而已 然後喝到 通常呢 我們把那瓶飲管放下去 就是放到底的嘛 喝下去第一口 暖的 又不是熱 又不是冷 都不知道它想怎樣 所以現在呢 越來越少人呢 就是叫這個 就是冷的朱古力啊 冷的柯華田啊 冷的好立刻啊 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懂得沖 或者是學懷師 OK 行不行 那我就很自信的 因為我沖這些呢 真的很好喝的 就是為什麼呢 正如我很多影片一樣 我是與別不同 其實就不是有什麼不同 我只不過做回我自己的份內事 做回我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個基本的那個 就是基本的步驟 還有走多人一步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做人做事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不需要特別努力的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你做你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不要為懶而懶 不要為快而快 不要跟風逐流 其實你已經是做人上人的了 做人都是一樣 我沖這裡這麼多飲 整套 為什麼我這麼自豪 是沖得好飲過人呢 沒事的 因為我每一件事都給你做多一點點 聽著 是給你做多一點點 我就已經可以做得好過你了 我的價錢可以賣得貴過你了 OK 行不行 做人就是這樣了 好嗎 由天亮 現在做到差不多天黑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做法 以及從此以後 我們自己可以在家裡沖奶茶了 大家還記不記得 沖奶茶你想它綿滑一點點 加醋茶下去 你想它重茶味一點點 加烈盾王冠下去 重口味一點 那我就再提一提大家 我在說明欄那裡會給大家 兩條link給大家 還有有第三條link的 就是哲永自己的官方網站 那它那裡會有介紹 每一種茶的特性 還有它自己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會自己會評比 這個 就是那個茶葉 到底它的特色去到哪裏 或者水準去到哪裏 最重要是有一個量化的標準 就是打星星 好像我先頭那樣 變成大家就可以跟進了 我到底是買這個爵士茶號 還是買這個 這個是 海薩茶號 還是買玫瑰茶號 但是很不幸 現在它的官網可以零售的 只有三四種茶 除了T001 就是剛剛我現在用的 這個爵士茶 還有海薩茶 這三種而已 沒得選擇 但是如果是去到淘寶 就多選擇很多 不過有很多的貓利 很多的次貨充好東西 這個大家就要小心了 看著價錢 你先看香港這邊的零售價 然後再看淘寶的零售價 大家的價錢差不多是應該的 貴一點都是英份的 但是如果太過便宜的話 大家就要注意 到底它是不是宣稱那種茶 OK?行不行?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先頭剛剛 先頭 我還想說 還想說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那我就 充滿了那個東西 那就不妨礙大家時間了 我希望真的可以幫到大家 尤其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就可以正式地 可以消除這個私鄉病 好嗎? OK?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因為興奮那一頭 漏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沖凍奶茶 在我補拍沖凍奶茶之前 我先講一講 現在目前市場上 有兩種凍奶茶 一種叫做冰鎮奶茶 一種叫做凍奶茶 其實這兩種的凍奶茶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我本人真的不懂得欣賞冰鎮奶茶 很多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覺得 你加這麼多冰在那杯茶裡 我都吃虧了 茶味沒有了 然後不要喝 事實上是不是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上有一件事 就是 凡事就不要過份 過份了的話 原來好事都會變成壞事 這一個所謂的我們做人 就叫做中庸之道 我自己 我不知道從哪一間餐廳開始 做了一個冰鎮奶茶出來 其實我們平時飲開 那個凍奶茶之所以這麼好喝 其實就是因為過程之中 那些冰塊的溶解 減淡了全脂奶的油膩 以及減淡了 因為那個茶酸 茶葉酸 還是什麼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喝茶 叫什麼 茶葉鹼 還是什麼 其實我們喝得多奶茶 是會對胃不舒服的 大家知不知道 還有 一定程度上 其實茶葉是一種毒品 它跟咖啡一樣 咖啡就有咖啡因 茶葉就有茶葉鹼 本身都會有提神興奮的作用 如果你過份去攝取的話 其實對大家的身體 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然你習慣了的 又不過份的話 不至於中毒的 即時中毒的份量 當然沒事了 所以 其實我講到這裡這麼嚴重 其實也不是很嚴重 你絕對不喜歡喝而已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說什麼冷奶茶酒冰 以為喝多了 其實實質上 對你來說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另外也是一種浪費 因為你喝到一半 你已經很滯了 因為我們用的是全脂奶 所以 其實正確的衝法 不論是沖凍檸茶也好 還是沖凍奶茶也好 其實我們講式奶茶 講的是先下冰再下茶 最後下奶 這個程序才對的 而為何這個程序才對呢? 因為原來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撞冰 那些冰就會因為溫差問題 會溶的 那就是正正這個過程 熔冰這個過程 是令到那杯冰奶茶 你喝極都不厭的 OK?行不行? 但是如果反過來 你去喝這個冰鎮奶茶 或者叫做奶茶酒冰 即是冰奶茶酒冰 其實你以為著數了 實際上你沒有著數到 因為你根本不可能 每天都喝這麼大杯 每次都喝這麼大杯 OK?行不行? 如果你嫌冰奶茶貴 或者是收得不合理的 那你就不要叫冰奶茶 好了 那說完廢話 我每次都是這樣的 那不適合聽的 收線 好了 我們沖冰奶茶 還有呢 沖冰奶茶 那個奶的比例 到底我們怎樣計算呢? 之前我經常都說 跟大家分享 怎樣去沖冰奶茶 不是 冰檸茶小甜 但是我沒有跟大家說過 那個沖冰奶茶 不夠甜 或者是沖冰檸茶不夠甜 有什麼辦法補救呢? 那我在沖冰奶茶之前 我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呢 這一壺茶膽呢 就已經是放了五天的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色澤依然是紅潤 OK? 那我們呢 就 冰呢 就可以放少一點的 OK? 如果你想全大尺寸的話 冰呢 我們呢 就要是 放到齊面的 OK? 行不行? 然後呢 大家看到 我現在這一杯奶茶很多 很多 對不對? 這樣呢 實際上呢 我們放的奶呢 就不多的 蜻蜓點水色的 其實呢 我自己個人 我都說過 其實我是喜歡喝凍奶茶呢 就多過呢 就凍檸茶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正式的凍奶茶 上了出來呢 那個 就是 那個 上了桌 效果就應該這樣的 那 然後呢 我就攪勻它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杯凍奶茶依然是個色澤 非常之均勻 好像別人 就是 那些茶餐廳 新鮮做出來的 其實呢 這裡當中呢 亦都有個巧妙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家中呢 通常呢 就放了凍奶茶 就放到雪櫃 啊 即是放一個茶膽 在雪櫃 放茶膽 在雪櫃呢 其實呢 是可以 是令到 那些茶擺久很多的 現在我已經放了五天了 正路呢 我這東西 凍奶茶 凍檸茶呢 是可以放到 七至十天那麼久的 所以呢 大家不用怕 要沖的時候呢 不用跟它節省的 我也跟大家說了 你一開始 第一次沖 就喝熱奶茶 跟著剩下的那些呢 你可以拿來做凍檸茶 和凍奶茶 啊 那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呢 不論是我自己沖的凍奶茶也好 還是凍檸茶 尤其是凍檸茶 是 好喝過 相對啊 好喝過 健康過呢 就是你去買那些什麼牌子 很出名的那些檸檬茶 因為那些呢 給糖精啊 還有一些 檸檬酸啊 那些就是化學技 我沖過凍奶茶出來 我真是 凍檸茶出來 我真是新鮮檸檬的 這些茶沒有加防腐劑的 好了 那我先頭 之前呢 經常說怎樣沖 這個小甜 那如果 這杯奶茶 其實正路這杯奶茶 就不夠我喝的甜 那怎麼辦呢 我就把凍檸檬茶的茶膽呢 就倒些下去 那我就倒滿它 先頭就不滿的嘛 那於是乎呢 這樣的結果呢 就是令到我杯凍檸檬茶 不是 我經常說錯了 那杯凍奶茶呢 就會非常之是 符合到我先頭說的 溶冰塊的效果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凍檸茶呢 它本身呢 我是混了冰混了水下去的嘛 就是混淡了嘛 茶的濃度來說 但是它的甜度呢 是高過我正常這個凍奶茶的嘛 我這樣兩溝下去呢 那個甜度呢 就剛剛好符合到 我的要求了 OK 行不行 這樣呢 就可以有效地 緩解了冰鎮奶茶那種 油膩肥膩的感覺 那我看看我這杯凍奶茶 行不行 OK 依然呢 我現在呢 其實呢 就喝到那個茶味 那個茶味呢 就一點都 對 和這個新鮮的 這個熱奶茶呢 那個茶味呢 是幾乎沒有分別的 幾乎 為什麼我說幾乎呢 因為這個溝淡了嘛 但是呢 那個奶味呢 就沒有好像那杯奶茶那樣強勁 但是依然大家會喝到滑漏的感覺 好了 這一杯凍奶茶來說 為什麼我喝極都不理呢 我可以這樣說 正常的凍奶茶 就是我不說甜度 只是說它溝冰那個正常的程度 我可以一天喝六七八杯 當然這個是誇張啦 正常的 你不可能這樣喝的 為什麼我可以喝到六七八杯這麼多呢 因為呢 我以前呢 就做事呢 那個餐廳呢 就很繁忙的 那麼 大家都看到我的手腳 都是聰明人 都會快手快腳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繁忙時間 我是不吃東西的 但是 我也都 憑我有限的醫學知識 我知道呢 一個人沒有力氣呢 不是因為肚餓 是因為什麼呢 血糖不足 那所以呢 我就憑這個奶茶呢 凍奶茶呢 就可以增加我的糖分的攝取率 就將它轉化成為血糖 然後提供我身體的工作上的能量 另一方面呢 我才有說了 那些茶餅 我不記得是否是茶餅 都是有個專有名字 它本身有提神的作用 所以我喝了下去 就經常都很精神 以及很夠力氣 不吃飯都可以的 那麼 這裡呢 亦都可以提供一下 給大家一個減肥的方法 那時候呢 我可以很隨意地一個月之內 增磅10磅 不是 增磅20磅 即是10公斤 或者減磅10公斤 我靠的是什麼呢 我靠的是什麼呢 我靠的是 就是這一杯凍奶茶和可樂 去控制體重的增加或者減少 那麼呢 我先頭也說了 這個茶呢 它本身有提神的作用 凍奶茶呢 它本身的糖 可以為你的血糖 即是為你的身體提供那個血糖 一定程度上 那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你只是想 喝奶茶的話呢 你是不用擔心的 不會不夠營養的 不過呢 它又會消耗得很快的 那麼呢 如果你一天只吃一頓 然後喝 我估計 三至五杯奶茶呢 其實可以減肥的 但是吃東西那裡 澱粉質的吸收呢 就減成 只是吃一頓 那然後呢 如果我想增肥怎麼辦呢 那我就一天吃四頓飯 喝少一點這些 那就很快就增肥了 還有最重要是吃宵夜 宵夜其實是肥胖的真空來的 無論你多餓都好 千萬不要吃宵夜 還有呢 本身這個奶茶 我用的是前滋奶嘛 那前滋奶呢 都含有 即是就算它混淆了 即是混在茶裡混淆了 都會提供一定的脂肪 還有蛋白質 所以其實它都會提供 多少的營養給你 當然也是那句 中庸之道 凡事小吃多滋味 就多吃壞肚皮 不過我們香港人 據說 最近有新聞說 我們一年喝奶茶 其實份量是多過清水的 但是我們香港人又 最長壽之一 以前是最長壽 現在是最長壽的地區之一 所以你說健不健康呢 兩體 反正都是那句 平時我們著重均衡的營養 一定要吃有肉 有菜 不要怕吃肥肉 其實吃肥肉 除了本身感情上的厭惡之外 對身體健康 其實沒有去到 大家想像破壞健康的程度 其實最主要 有兩件事 大家要注意健康的 第一 均衡營養 一定需要 所以大家 雖然我拍片 我每日 我會做兩菜 三菜 其中一個一定是菜 另一個是菜混合肉 另一個是齋肉 我們一定有菜 但是炒菜 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每日都拍片給大家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要明白 我不出鏡 不代表我沒有吃菜 這是第一 第二 另一句 除非你吃壞了身體 其實是不需要介口的 聽清楚 除非你已經病發 即是已經有癌症 whatever 高血壓 whatever 你有糖尿病 就需要限制這個飲食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 最主要的健康行為指標是什麼 我經常說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少吃多滋味 多吃壞肚皮 再加多一句 千萬不要暴飲暴食 其實暴飲暴食 這一家 才是大家身體出毛病的來源 所以 曾經有些健康的頻道 或者健康的作家 曾經經常說的 你吃東西 不要吃粥 吃八成好了 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是營養專家 OK 吃八成好了 千萬不要讓自己過飽 還有睡前不要吃得太飽 平時我們吃東西 第一要均衡營養 第二就是 我們吃東西 譬如說 我那天 其實很簡單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說 好像我老婆 她有病 她吃不到東西 不可以正常吃東西 那我如何計算她的營養量呢? 照顧她的期間 我就學到這個 就是計算大卡 就是KJ 正常我們一個成年男人 現在我已經過了高峰期 已經五十多歲了 正常一個成年的男人 我們需要的大卡 大概是三千卡左右 三千大卡左右 正常一個成年的女性 大概就去到1200至1500卡左右 所以大家為什麼呢? 看到這些女性 總是嬌滴滴 或者是女性嬌滴滴 或者是比較小小小小小 除了她營養的攝取量之外 當然也有DNA的遺傳 但正常的情況下 女性是比男性少吃過很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計算一下 可以去上網學習一下 到底我吃一碗飯有多少卡 我喝一杯奶茶有多少卡 算了就可以了 也回應我先頭說 我平時工作很繁忙的時候 我是不吃東西的 但我要維持我的體力 維持我的精神 我就喝凍奶茶 為什麼呢? 因為凍奶茶可以提供到 我的糖分 需要的糖分 製造血糖 要維持我的動力 然後奶茶的茶淡 就可以令我有提成的作用 當然有人說 你這樣喝也不是 即是這麼說 如果你有額外其他攝取食物的方法 這一杯奶茶當然是魔鬼 但如果當你是沒有辦法之下 你正常的攝取營養 你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要喝奶茶了 好了 問題就是 我們喝奶茶 是不是可以每天喝? 當然可以 是不是可以像你喝那樣的? 當然不是 主要就是看看你有沒有額外的 攝取營養的渠道 譬如我喝那麼多奶茶的話 我那天就吃一頓 我自己就加大份量 一吃一頓飯 大概 我自己約了算過 我吃一碟的碟頭飯 加大份量的 大概是900卡 即是說 那天 我只是在正常飲食的範圍裡 那一隻是攝取了900卡 但是900卡當中 喂,不是的 900卡 我們成年男人要3000卡 差了2000卡 超過2000卡 去哪裏補充呢? 靠這杯奶茶 但是這杯奶茶 我無論喝六七八杯 都沒有可能超過2000卡 最多都是1200卡 1300卡 那是不是有了 中間攝取的量 卡路里是不是有了差距? 那我就可以減肥 關鍵就是 我真的要保持運動量 那我就可以減肥 但是反過來 如果我要增肥的時候怎麼辦 就算了 我就將正常男人 即是當年 正常男人 我需要攝取的卡路里 你說3000卡 我就去到3500卡 那 3500卡的卡路里 不代表你暴飲暴食 先搞清楚 是你計得比較精準 你選擇你的食物的時候 計得比較精準 那你就可以增肥了 或者 在你同時攝取相同的卡路里 分量的情況下 你減少運動 都一樣可以增肥 明白嗎? 這個是相對的 即是沒有說 你增肥就要吃多少 或者你減肥就一定要吃多少 不是這樣的 好嗎? 這段影片 又過了幾個小時 不好意思 但是我知道 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如果我 譬如像我寶柏這段奶茶影片 我總是覺得 總是有些不妥的東西 我不好不快 我就會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不會像其他人一樣 收起來收起來 斬到斷絕和重 是的 其實這段影片 我可以將它 起碼有45分鐘 我剪掉它 但是那45分鐘 剪掉之後 你又接收不到 應有的資訊 我又覺得 我教不好大家的時候 其實對雙方又有什麼意義呢? 是吧?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吧 我補發這段影片 還是那句 我不是困 有人覺得我困 我不是困 譬如說你沖奶茶這樣 你不要跟我困 我不敢說 我好像別人得獎的奶茶大王 沖得很好喝 但是我可以在有限條件之下 我做出一杯 給很多茶餐廳好喝的奶茶 是不是這件事已經足夠了? 我們不需要跟別人去比賽 一定要得比一 才可以串得起的 或者 其實我不是串 我只不過我不... 不奮於 某些人的作風 或者是對現在的飲食業 某些的作風 我不滿意 所以我說話 有時候就會刺激到少少人 但是其實我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是為大家著想 或者我認為對的東西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剛剛呢 現在呢 我在拍片之前 就有位網友和我分享 他說呢 我先看看 剛剛 我要說他那句話 我覺得他說得真的很合理 剛剛的就是半個小時之前 他說呢 他說這件事呢 就是回歸到喜歡煮食的人 最想發生的事 吃的人 按照自己認知的標準 去介紹給別人知道 自己認知的標準 那這裡呢 既然都說了那麼久 我又不差再說幾分鐘了 那麼呢 有很多人就罵過我 就說我看東西很主觀 其實呢 如果你覺得我主觀 我認主觀的 但是我認知的主觀 定非大家所認為的主觀 首先一樣東西呢 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人客觀的 沒有人會客觀的 這個呢 可能我講出來 大家編集一點點 這個牽涉到哲學上的 一個辯題 到底人呢 會不會客觀呢 我只是我認知 或者我認同裡面 就是這樣一回事 就是客觀 只是存在的事實 經過人腦 這個過濾之後 出來的結論 出來的說話 是一定主觀的 因為為什麼呢 同一件事 很簡單 以前呢 就是 在明朝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過這個 理學之爭 是不是 珠希 那時候 喂 大家都在講文學 是不是 大家都在講哲學 但是呢 都可以發生這麼大的爭拗 也都令到很多人 喪失了性命 這個 這個理學之爭 是不是 又例如 今時今日 我講我最熟悉的經濟學 有所謂的海恩斯的學派 有所謂的叫做自由古典經濟學派 有所謂的芝加哥學派 這個 這個是 劍橋學派 那 所謂的 這個是 是 是 以佛利文為首 為首 做代表 是不是 而這個是 另一派 就是以 洪彼得 和海恩斯為首 的經濟學派 是不是 然後還有古典的經濟學派 還有其他的分類 就是 臨臨種種 就是分門別類 那你說他們有沒有錯 大家同樣都是在講經濟學 但是因為經過大家的人腦 思考了之後 過濾了一些資訊之後 得出來的結論 結果就回言而言 大家說 是不是 結果呢 大家做的事情都不一樣 又例如 其實現在 經濟學家來說 在一個政府的架構裡面施政 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為他們需要 forecast forecasting一些 未來經濟的發展 以及去計算一些 社會耗費方面的一些 公式 然後 和這個政府 提供制定經濟政策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憑據 憑證 所以呢 其實 大家會看到 同樣都是經濟學派 有供應經濟學派 有消費經濟學派 諸如此類 我先提過幾個經濟學家 已經是 弗利文 洪美德 凱恩斯 這些 其實他們三個人已經分別代表 三個不同的派別 如果政府聽取它這三派裡面的其中一派的話 那個政策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 那個經濟政策已經分成三派的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要再說人主觀還是客觀 客觀只會是事實的存在 因為這些東西你不能改的 譬如說你看到我的手 喂 花了的 你可以幫我改到它不花嗎 不行的嘛 是不是 我已經上了年多了 開始潮皮了 那我可以改回青春嗎 不行的嘛 那這些就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但是 我會形容 我這隻手真是不得了 喂 大家都是五十幾歲 喂 我這個手比很多女人還滑 這個是不是主觀的判斷 主觀的評論 這個主觀是怎樣來的 是因為我用客觀的事實去比較 之後得出結論 你可以不同意的 喂 不是 喂 你看看你 哇 周身傷痕 這些哪裏漂亮啊 等等等等 你可以反駁我的 另外呢 就是說 經濟學上面有所謂的 叫做totology 叫做totology 叫做tot理論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totology 它的理論就是 它是完美無瑕到 你根本破不了它 這個呢 就不是客觀的事實來的 這個呢 沒有理論呢 是不可以推翻的 經濟學派裡面 即經濟學裡面 一個很自理名言是什麼 理論是用來突破的嘛 理論是用來推翻的嘛 所以呢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見解 不要緊的 OK 但是 你不可以說我主觀 或者是你不可以說我客觀 even 是有人認同我 你說話真的是客觀 No No 我這個只不過是基於事實的陳述 那些不是客觀 因為已經經過了我的腦 那為什麼我這麼在意這件事呢 因為我以前做分析師的嘛 經濟學分析師的嘛 OK 喂 大家都是拿同一組數據出來看 喂 攤開白紙 喂 你是GDP升了5%就5%的啦 跌了5%就跌了5%的啦 你沒得抵賴的 問題是 兩個人 三個人 大家對於它升還是跌 背後的原因呢 三個人有三種說法 於是結果呢 我寫份報告 和其餘那兩個人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有人會悲觀 有人會樂觀 Whatever啦 你要記住 大家要記住 客觀只是存在的事實 大凡經過人思考 大凡經過人腦去過濾過的 說出來的說話 就已經不是客觀的了 簡單一點來說 最後總結一句 我們小學的時候 有沒有學過萬人魔像啊 有沒有啊 大家記不記得萬人魔像啊 我不記得是中文課 還是自然科學課 還是得育課 就上過的課嘛 萬人摸象 七個萬人摸大象 摸完之後七個萬人在那裡爭 為什麼呢 大家一個摸象鼻 一個摸象腳 一個摸象耳 一個摸象耳 一個摸象尾 七個人有七種說法 到底一隻大象是怎樣的 一回事 那我問你了 有沒有客觀 人會不會有客觀的事實存在 喂 大家呢 爭到面紅耳赤 沒有意思的 因為七個萬人摸的部分都不同 他認為摸的部分已經是大象的全部 但是 但是事實上 是不是 這個就是事實的全部呢 其實我們需要拼湊那個畫面 就是我會接收你說的一個說法 我會接收他有一個說法 然後將這兩個說法合在一起 再慢慢利用一個邏輯推理 去將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畫面 疊合在一起 那大家都有相同的說法的部分 那自然就是事實 是不是 接著之後 爲有分歧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分歧 我們呢 就要在背後抽絲剝簡 去看看到底有什麼分別 OK 行不行 那這些 總之都是那些說法 我是侵氣的 不過呢 慘得過文武都可以 有些人就行不了 是啊 我是這麼囂張的 不過呢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到一件事 這個世界呢 是沒有客觀的想法的 沒有客觀的說話 只有的是什麼呢 客觀存在的事實 以及主觀的一些結論 但至於他主觀是否正確呢 主觀的結論是否正確呢 那就要用邏輯推理 去推敲 到底他說得正確呢 好了 說回這裏 整套奶茶 整個系列完了 我想這幾年 我都不會再拍的了 大家看看 我做這個 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我講這個說法 這個做法 這個整套道法 合不合這個胃口 但是合不合大家的胃口 大家要記住 我這些真是以前拿來做生意的 我真是好吃過 這個做法 真是好吃過很多茶餐廳的 那就已經足夠了 還有這條片 最後一句 大家要留意 我提供的資訊 以後就不需要大家自己去買茶 為買茶而發售 現在起碼我提供了兩個渠道 一個國際渠道 一個香港渠道 都可以買到捷永 本身提供給茶餐廳的一些茶葉 即是已經拌好茶 以後大家就不用左溝右溝了 至於怎樣去增加茶味 增加口感 我前面說了我這個 後面我就不去 阻礙大家的時間 多謝大家 拜拜 再看看 放了這麼久 我杯奶茶是甚麼 這杯奶茶 我茶蛋放了多久 五天了 五天了 師傅 你看見 我做這杯奶茶 為什麼你做不到 想一下 好不好 其實做生意的事 不要只是怪 到底市道是怎樣 你要想一下 首先要第一件事 想一下自己 為什麼自己家餐廳沒有生意 這個我以前經營餐廳的時候 我經常自己想 不行就變陣 你越是遲變的 你就越快死 你就越蝕錢蝕到入獄 OK好不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